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最近推出了新款滑板车 mini electric scooter pro 2 然后在安全方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考量和优化 那具体有哪些方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聊一聊车架 车架我们先看一下材质 我们的滑板车采用的是 航空级的铝合金 大家知道铝合金既能保证强度 又能保证它的一个重量掉轻 所以好的滑板车 我们都采用了这个 航空级的铝合金的材质 我们的车架设计的 静动态程度是700公斤 作为一个简单的工算 大约可以承载10个人的重量 在出厂之前呢 我们车架又做了很多的测试 比如说我们会做跌落测试 同时呢 还有前叉的一个静动测试 前叉就是和前轮相连接的 一个机械件 这个我们大约会做 50万次的这个静动测试 这样保证用度拿到的 每一台车 它的性能是足够可靠的 说到电动滑板车 就不得不提一下它的电池 我们的电池设计 是放在车体的下侧 为什么要放在下坡呢 一个是因为电池本身比较重 放在车体的中部的话 它的重心比较低 所以在骑行的过程会更安全 同时呢 我们整个的车的底部 上面上 它的那个强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电池放在这里 可以做到很好的保重 再者就是踏板的地方 这里面的空间比较大 所以有利于电池散热 也保证电池重成工作性 关于电池 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 因为锂电池 虽然没有记忆效用 但是对滑板车 这样的动力锂电池的话 其实它的电池 当电量很低的时候 是无法冲击进去电的 这也是对电池有保护 所以建议大家 在滑板车 比如说长时间不用的情况下 大家一定要充满电机的存放 其实我们也 对我们的电池管理系统 做了相当的优化 这样从出厂到用户拿到手里 如果间隔时间 是在12月之内的话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保证 电池一直是有电的 用户可以使用的 给大家说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电池外面 实际上有一个 红色的小的橡胶塞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磁吸的方式 好 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轮胎 那小米的滑板车 采用的是冲击胎 那为什么我们采用冲击胎 就是冲击胎 它的减真性非常好 尤其你在路上骑行的时候 但是实行胎的话 它会比较颠膜 所以为了用户的 骑行体验考虑 我们坚持采用了一个 冲击胎的方案 但是冲击胎也有它的问题 就是它容易爆胎 就是当你的气压不足的时候 其实内胎跟外胎之间 它会产生相关的磨损 这样就会导致轮胎容易爆掉 那在新款滑板车上 我们做了升级 就是给轮胎进行了加抗 哪怕你气压不足的时候 那其实内胎跟外胎之间 也不容易发生磨损 或者可以保证轮胎寿命 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酷 非常有创新的产品 就是我右手边这个小米冲击宝 那什么是冲击宝呢 那实际上就是给各种 像自行车 滑板车 各种篮球 足球 排球 冲击器的工作 这个产品真的是滑板车 非常好的一个伴侣 车灯的话我们重点说一下 比如说前灯 其实前灯我们做的升级 功率从一瓦升到两瓦 那它的辐射的距离可以达到十米 那为什么要保证十米 其实简单做一个计算 也就是说车的最大行驶速度 是25公里小时 你就大约每秒钟 往前能够前进7米 而人的反应速度是 0.1秒到0.5秒 我这时候就开始反应 开始刹车的话 那大约车还会往前走 最远是3.5米 而我们刹车的适动距离 是在4米左右 那3加4米的7米 其实10米的话 可以足够保证度的安全 好 那我们顺便聊一下 刹车系统 那小米的滑板车 采用的是两套刹车系统 前轮采用的适动 是电机的磁力阻尼的刹车方式 后轮采用的是一个 故里的一个叠刹的刹车 但是另一套刹车系统 能够失灵 那其实还有另一套刹车系统 可以保住物物 可以及时的刹车 来避免一些险情 我们有两位同事 非常喜欢小米滑板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有滑板车的日常 我们的同事 阿曼达 她住在马德里 她周一到周五 骑着滑板车到公司上班 里程大约是3到4公里 所以她每周 只要出一次店 就可以满足需求 我们的意大利同事 奥斯卡 她喜欢骑着滑板车 在城市穿行 我们的滑板车的 爬坡角度是20% 所以即使路上有一点拖 也可以轻松的通过 我们一起来回复一下 刚才提到的安全方向一点 其实对我们也有 自己的一个产品相关 那其实第一位呢 就跟我们上面想说的 用户安全第一 这是我们第一考量的 再就是符合本地的一些 法律法规 对滑板车这种要求 这是我们第二考量 第三才是比如说我们一些商业上的促习 那所以所有的团队 所有的小伙伴 都非常在乎用户安全 这会体现在我们产品设计 以及定义的点点滴滴之中 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聊 小米法车 我是产品经理居小伟 我们下一期迷赛的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